大家好 欢迎收看《无马看中国》 政经最前线 我是代班主持人吴明杰 我们今天来关心三峡大坝 到底会不会有溃体的危机 我们知道三峡大坝 从2003年开始落成之后 2009年完全运作 但是工程的品质不佳 连中共的官媒一开始也宣称 这个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 可以从抵抗万年一遇的洪水 一直不断的下修 变成千年一遇的洪水 一路到变成现在百年一遇 那著名的水利专家 黄万里生前 更对三峡大坝下了12岛的预言 而今中间的11项 似乎已经应验 另外长江流域 我们看到每年七八月的这个洪涝 今年似乎提早来 那截至6月28号为止 官方的统计 这个洪涝已经导致26个省市 将近高达1122万的人次受灾 那整个经济的损失呢 也高达240亿亿元 那这个整个灾群 持续在这个扩增当中 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 这个邀请到台大政治系 明玉教授明居正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 我们要请教这个明老师 长江流域最近这个连下最强的这个降雨 那即将的流域 将出现1940年以来的这个超历史洪水 那微信圈警告 宜昌以下跑 最后说一次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王维洛还提醒说 三峡以下的这个民众 最好要做好逃生的准备 那我们要请教老师 这个三峡大坝 如果溃坝的话 到底有多可怕 我想这个 当然我们现在很难匿料 我们先看历史上的几个经验 第一个就是中共 有一个过去发生过一次很大的洪水 很长时间没有讲 过了十几年之后才说 这就是著名的758水库溃堤 什么叫758呢 就是1975年8月 在河南的南部 它不是淮河流域吗 淮河流域他们当时 其实从大概中共建立政权以后 他有一个很奇怪的观念 他觉得说要养活中国人 就要多种稻米 要多种稻米 就要去多圈地 然后为了要供给稻米的供水 就去多借水库 所以严格出来 水库要有两个功能 对不对 一个就是防洪 然后一个就是灌溉 好 那可是当时在50年代 修了这些东西 当时这个工程的设计 跟基本概念 没有真正听很多专家的话 所以当时内部争议不断 那最后呢 这个758这个问题就爆发了 简单说就是刚刚讲说 1975年8月份的时候 河南的南部呢 有那淮河流域吗 它那边有几十座水库 那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 叫筑马垫水库 或者叫板桥水库 那边是一群 大概有五六十个水库 那个时候刚好碰到一个台风 台风吹到那地方去 也一个大风了 就酿成了暴雨 然后又是这个扫尖的暴雨 就暴雨连续下多天之后呢 它就多个那个支流呢 都全部都涨水 涨水之后呢 就冲到那水库 我们刚刚讲说那水库呢 工程的品质不是很好 就一下呢 就六十几座一起溃堤 结果溃堤淹的面积多大呢 一万多平方公里 台湾是三万六 它淹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给台湾那么大 大概淹没了三十个县 实在一千八百万亩 然后倒掉房屋呢 将近七百万栋 受灾人口呢 超过一千万 死亡呢二十多万 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呢 就官方一直没有去讲 到什么时候外界表现 当然之间我们 断断续续续续 知道一些消息 比如说当时香港 很多刊物嘛 香港一些报纸也好 会看我像比如说什么 早年什么明报月刊 什么东西 你也很熟悉的了 就隐约报过一些 可是因为没有官方 一些资料所剩 所以我们一直不晓得 到什么时候才比较清楚呢 1989年 大陆出本书叫 中国历史大洪水 那么一个水利部的部长 叫钱正英 帮这本书做序的时候呢 才披露一点 那后来呢 就陆陆续续 这个发布了一些消息 那么为什么水库这么 这个品质这么差 那个水灾会这么严重呢 简单说就是 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维湖造田或什么吗 58年的时候呢 搞大药金 前正英国不是大炼钢铁吗 大炼钢铁呢 这次真的是乱搞 炼钢铁一般来说 你是要用焦炭 因为焦炭 你是这个军事专家 你非常清楚这一块了 你要炼钢铁 要用焦炭 焦炭烧素的温度才够高 才能去炼钢铁 结果在58年 在搞大炼钢 5859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呢 当时除了正规的这些炉之外 民间呢 也在鼓动起来说 搞什么土糕炉 搞土糕炉之后呢 你弄不出那种 烧不出那么高的温度来 做什么都烧完之后去砍树 树砍多了水土宝石就坏了嘛 随着瓦石坏的话 那那个洪水就容易爆发 所以大陆就这样来的 当然后来官员处理错误 那也有份了 所以这件事情知道 最后呢 在差不多2005年前后吧 国外不是很有名的一个频道 叫Discovery吗 它不是有很多节目吗 他们其中有个专题节目 叫做这个Top 10 或者Ultimate 10 就是最极致的十个什么什么 比如十个灾难了 十个什么项目了 十个什么特殊的事情 它其中有个专题叫做 十个特殊的工程灾难 其中就把这列进去 所以这河南驻马店水库 或者附近的板架水库 那个就758那个水灾 大概是这列明的十大的第一大 那么也就是说 过去有过这个记录 那么比较让人担心 你刚刚不是提到 三峡大半吗 所以官方有个说法吗 我们把这个官方说法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记得我们在别的节目 咱们讲过这件事情 对不对 03年新华网 新华网官方的 说三峡大坝固若金汤 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 后面评语说 大坝的品质至高无上 工程合格率百分之百 然后做了多好多好 然后什么地方都是多仔细 然后裂缝的补强技术多么高 所以绝对不问题 所以保证说一万年 这是2003年 四年以后 2007年 同样新华网 三峡大坝 可抵挡千年一遇的洪水 少了九千年 这是四年以后 更有趣是一年以后 还是新华网 三峡大坝 可以抵御百年一遇 特大洪水 就少了九百年 这就变成百分之一了 这个是谁说的呢 三峡工程总公司的总经理 李永安说的 这都是有名有姓 然后官网说的 然后十年前 又再过了两年 2010年 央视中央电视台 引述了一个人 长江水利伟的主任 叫蔡奇华说 不能把所有的什么防洪 什么希望 都寄托在三峡大坝上 最终03年到10年 七年的时间 从固若金汤万年 到做的时候 不能寄托 那我记得 最近大家谈的最多 就是三峡大坝 那不是水库变形吗 我们好像谈过的问题吗 好像从卫星罩看上去 那水库呢 原来那个水坝是直线的吗 后来有点点 这个地方弯那边弯 当然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 卫星拍图的时候 它不是数位吗 那你重新去把它建起来的时候 中间可能出现小的误差 这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就是真的变形 好 那变形是不是 一定有问题 当然不一定 当然现在就是各家官方 各家专家说法不太一样 你刚刚引的王威洛 他仍然有问题 那么原来有问题 但当然中共官方机会 也要听说没有问题 但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现在晓得就是说 从这个长江不是上中下游吗 从大坝开始起算到中下游的话 大概有六个省份 我们数一下 重庆 湖北 安徽 江西 江苏跟上海 也就这几个省级单位 两个直辖市 然后四个省份 那么加起来人口是几亿人 中间两个大湖 一个洞庭湖 一个鄱阳湖 所以如果说三峡大坝 也不能够防水 然后洞庭湖跟鄱阳湖 也不能起到调节作用的话 那这些地方就会有危险 所以这是很直接的部分 那么另外这些支流 就是主要支流 就是长江这样游下去 然后上上下下不是很多河过来吗 你刚刚提到岐江 就在比较上中游的地方 那么讲到支流的省份 大概一般来说有九个省 从刚刚讲到的贵州 到北边的甘肃 河南 南边的广东跟广西 然后再下去浙江 福建 因为有九个省份 大概就如果不全算 我就直接算刚才讲的 中下游的六个省市的话 大概几亿人 所以不管你说多的话 就讲到六亿 少的话两三亿跑不掉 你光是河南就将近一亿人 然后湖北又几千万 重庆又几千万 这加起来就上亿了 所以第一人口数庞大不说 这都是工商业 非常发达的精华地段 我们在谈武汉肺炎 不是讲到武汉说工业中正吗 所以那个很可怕 我觉得现在更可怕是什么呢 刚刚你讲到说长江这个 现在这个洪水 然后大雨很严重 我们仔细查一下 长江的主训期还没有到 现在才六月份 主训期办法是七月份到八月份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真的的话 那可能后面麻烦很大 所以我们真的不想设想说 如果溃堤会怎么样 那我想再进一步请教老师 那整体来说 就老师的看法 到底三峡大坝能不能挺得住 另外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黄万里对于三峡大坝 他不是有十二个预言吗 那现在十一项已经实现 那剩下最后的第十二项 那最近我们看到 不是只有这个洪涝这些问题 还有地震也频传 天后异常 都是这个被大陆这个民间 经常在讨论 那请问老师 这个到底究竟是不是所谓的 民心向背 还是真有其事 应该是这么说吧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水地专家 而且水地专家到现在为止 你可以看到各家各大争议很大 我想你刚刚提到那个黄万里先生 我们倒很可以谈一下 黄万里先生呢 1937年呢 从海外读书回来 他哪个学校毕业呢 最早应该是清华大学 在美国是中西部伊利诺州的 Urbana Champagne 在当年呢 是那个学校应该是第一位 拿博士的中国学生 就回到1937年 抗战那年 就回到中国 然后因为以他专业关系呢 就全心全意呢 投入中国的水地建设 什么等等 他对于水库呢 有很精深的研究 那么就光说三峡大坝 他当然还有其他东西 我们等会儿再谈 他光说三峡大坝 你刚刚谈到几年 他都提到 他当年是坚决反对 三峡大坝上 他说影响很大 他提到12个预言 第一个呢就是 如果这样的话呢 长江上游的水患呢 可能会严重 是 因为长江上游 其实 当然因为他的 女公子跟其他的 他的学生呢 也出来讲过 因为这东西 你说淤沙冲击啊 它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沙 泥沙冲击 对起来 第二种呢 是那种鹅卵石 利快 利快那种冲击 你说轻淤啊 你说沙子冲击 淤击很讨厌对不对 沙子淤击可以挖 是 对 鹅卵石淤击是很难挖的 对不对 所以 第一呢 他讲说 长江上游呢 水患会严重 第二呢 下游呢 可能会干体 阻干体会崩塌 第三呢 是阻碍航运 第四呢 是影响移民问题 数百万的移民问题 这都发生了 第五就刚刚讲淤击问题 第六呢 是水质恶化 因为一般的河流呢 除非你真的是 有很高明的治水的方式 否则治水不得当呢 那水质会变坏 这个雨跟滚的故事 不是告诉我们了 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吗 然后再来就是 当时中共论证说 我们为什么干三峡大坝呢 因为可以帮助发电 可是黄万里先生计算过之后 他说你的库须这么大 然后你的落差是这样子 我预计你的排水量是这样 然后那个水的冲击力多大 我估计你发电量呢 不达到你能宣称的地步 所以发电量不足 也就是说 光从这几点来看 已经认为说 它能带来的好处不够大 然后再加上其他东西 也就是别的国家 大概大坝的时候 我们看到类似情况 第一呢 大家想说 我先说的问题 问题就是说 一旦在没有水库地方 盖了一个小水库 问题可能不大 盖了大水库 导致什么事情 第一呢地震 为什么地震呢 因为水是很重的东西 在这地方 原来没有这么大的水体 突然间多了一个很大的水体 那么压力就加大了 也就是对原来的地质结构 带来影响 如果原来地质是花岗岩为主 或者尖石子 什么石英石之类 那也没有关系 如果土质略为松软的话 会诱发地震 而埃及的阿斯旺大水坝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然后美国田纳西水库呢 也经常有类似的报道 所以这边讲说气候异常 再来是地震频发 再来几个呢 生态恶化 这我们都想象到的 还一个是我们不太想象到 这工业问题呢 血稀病重呢 蔓延 那么所以黄文理先生说 如果这些问题 都先后爆发的话 那么他的判断是 最后三下大坝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么被迫炸掉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 他之前做了12个预言 现在11个全部实现 只有炸掉这个还没实现 黄文理先生不是只谈三下大坝 他在早年呢 其实在这个中共建政以后 不是刚刚讲建水库建坝吗 中共当时想说建个三门峡工程 他当时坚决反对 他说三门峡工程 对于解决为何损患呢 没有什么帮助 可是呢 他们还是上马了 他就是因为坚决反对 我们现在叫什么 逆时钟吧 对 逆时钟 逆时钟 坚决反对 而在中国大陆那种政治气候 他坚决反对 所以被打成右派 被迫害得非常惨 然后后来侥幸活下来 活下来是活下来 可是三门峡工程上马之后呢 后面那些负面效应全部发生 所以他是有很深情地讲说 他们都没有听过讲那么一句话 好了 等到三峡大坝这个消息传出了之后 他又跟官方上书 从政治局常委到总理到副总理 他能写信都写了 没有人听到话 92年江泽民执政之后呢 真的通过了 他是01年去世的 当然没有看到后面发生的事情 可是我们刚刚说了 他所预测的12件事情 11件事情都做到了 所以你刚问我说 三峡大坝挺不挺得住 那我不是这方面专家 我不敢讲 坦白说呢 我认为中共专家 现在恐怕心里都七上八下 都不敢这样讲 最近我们听到的消息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三峡大坝呢 前一阵子偷偷一直在放税 但是官方没有公布 一直到这两天才开始正式公布说有放税 否则你很难解释说 宜昌的附近怎么突然间到达一个人高度的这种大税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他们也认识到说 可能防洪的能力是有限的 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最近乌漏偏逢连跃雨 那除了他的灾难特多之外 另外他似乎在边境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特别是中国跟这个印度最近也爆发了这一个算是非武装非军事的这个流血冲突 那这样的一个冲突事实上导致全印度内部这个民族主义非常的升温 那等于要抵制中国 那这样一个发展似乎先前虽然发生冲突 后来发生这个双方举行的军长级的这个会谈 那看起来表面上好像这个双方的有一定的这个妥协说要相互脱离接触 那不过就是说外界预料中印之间的这个对峙 应该至少会延续到冬天 那不知道老师的观察 到底接下来双方是不是有可能战火一触即发 还是有可能这个事件就就此落幕 我觉得这事情不能够单摆在中国跟印度之间来看 因为现在双方内部都有些问题 当然印度压力比较小 那中国方面这问题比较多 我一直在讲我说习近平处境没有外界讲得那么好 其实我们一直讲说他其实是内外交困 我会在节目上一直数 第一他碰到经济下滑 第二碰到美中贸易战 第三碰到美中关系恶劣 第四碰到香港动乱 第五国际谴责跟制裁 然后又爆发武汉肺炎 国际追责索赔 然后失业率要上升 然后社会动乱 最后就可能引爆内部的政治挑战 所以我想任何人 我们都很清楚 任何人处在这种情境下 他要么就有能力解决问题 他不能直接解决问题 他只要转移注意力 这么多问题 他显然是没办法完全解决 他只要想办法转移注意力 转移注意力对中共来说 最好用跟最常用的办法 去挑起民族主义问题 然后制造冲突 转移焦点 比如香港问题是一个 北韩问题是一个 南韩问题是一个 中印冲突是一个 那么这些冲突对象 其实要这样想 倒不是说 我想挑起冲突就挑起冲突 对任何领导人来说 我常常讲说 即便像北韩那么疯狂 他也会想想说 我要挑起冲突 我要对谁挑起冲突 然后冲突强度多大 我之后是不是能够顺利收场 顺利出去 就解决问题 所以对象规模 强度跟收场的方式 都得想清楚 那时候我就想 如果我是习近平 我能做什么事情 当然中印冲突 是在我的清单上的一个 再一个就是第四次 才有危机 我过去讲过 所以你先问说 中印冲突 现在看起来 我们都谈过说 现在闹凶了 然后现在下降 是不是这样就过去呢 我觉得不太容易 因为如果说 中印冲突 看起来是 有意挑起来的 我记得 我们都注意到这件事情 最早是五月份 双方在边界有些摩擦 然后有些什么对峙 然后什么拳打脚低 然后中共的解放军 被抓走 然后被打 然后没有救回来 什么等等 然后这想要说 这个中共方面 用三百多人 伏击了这个印度多少人 然后中国方面 准备了棍子 狼牙棒什么等等 然后印度说 我也把它抢回来 把它打回去了 到底事情如何 我们不晓得 但晓得说 双方现在开始征兵 然后突然又说后退 所以 那我们就问说 那五月六号的冲突 是无意的 还是有意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前阵子六月份 大家那个打架 就六月中旬 大家打架 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如果真的像 这个新闻上所说的 三百人过来 带着狼牙棒 那显然是有意的 显然是有意的 那所以我们就想说 这有意只是单纯 为了解决边界问题呢 还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如果真正解决边界问题的话 那两边可以坐下谈 可能可以这个 息事宁人 可以明镜受兵 假如说不是为了 说解决边界问题 真的是为了 转移注意力的话 那相信这事情 不会过去 所以我可能现在 比较倾向后者 那下个问题就是 那如果说 是有意要 这个制造矛盾 制造冲突 然后转移大家 对别的问题 注意力的话 那下一步会怎么样 那我猜下一步 应该是会有起伏 就突然间闹了大一点 然后突然间小一点 突然间大一点 再小一点点 我们估计 除非真的有什么意外 否则不至于 大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呢 因为中印两国 都有核资武器 我们在过去 好像没有看过 两个核资武器大国 真的激烈冲到什么地步的 除了印度 巴基斯坦 然后美国跟苏联 在古巴非常实际 两个案例之外 所以我认为说 会有起伏 会有摩擦 甚至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 但是不至于到 很大规模的冲突 我个人对于 中印的边界问题 事实上我的看法 跟明老师也非常接近 因为先前谈到 这五月份 事实上看起来 中国的军方 已经开始在边界 进军 进行相关的攻势 然后部队 也在侦派当中 那六月十五号夜间 那一次的冲突 看起来的确是有预谋的 那所以跟老师的看法 是一样的 就是说 如果这个习近平 是有意在转移 内部压力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边境冲突 非常有可能采取 所谓的这个 打打谈谈的方式 然后在有限度的 一个情况之下 特别是那个区域 非常的这个 这个崎岖 那要进行大规模作战 恐怕也是困难的 那在史上有限的情况之下 某个程度 用最小的军事的这个代价 去获得它最大的政治效益 那非常谢谢这个明居正老师 今天针对三峡大坝的 这个溃坝的这个危机 还有中印边界的冲突的问题 为各位观众做最详尽的 这个解析 那也非常谢谢您的观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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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